马上来带您看到 随着科技领域的蓬勃发展 苗栗的房市已经一军突起了 我们带您来看到 苗栗的房贷生贷状况 苗栗年收超过百万人 去申请房贷的 在2020年第一季的时候 是只有118人 权限其实也不过就是 将近500人而已 所以这个年收百万 房贷族的占比 其实就是占了24% 但是呢 在2023年的时候呢 这个占比呢 也没有突破30% 但到了2024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就暴增了 直接超过了40% 我们可以看到 它年收超过百万的人 去申请房贷 是来到了355人 那其实全线呢 是863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苗栗的房市 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对此呢 专家就分析了 其实背后的原因 当然就少不了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了 台积电呢 跟科学园区 纷纷的进驻 像是头粪啊 或是竹南 就成为了这个苗栗的房市双子星 他们的房价涨幅呢 是超过两成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摊开过去一年的数字哦 头粪跟竹南的平均房价 是分别上涨了 百分之二十二 还有百分之二十五 涨幅其实都超过两成的 闲市呢 这个苗栗的房价呢 真的是涨势相当的强劲 而且呢 就算房价已经高涨了 但是跟新竹县市相比 CP值还是算高的 所以除了在地居民 也频频买房之外 越来越多的除颗新贵 也会选择到这边来制产哦 那再来要看到啊 现在呢 房市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呢 似乎有点难贷到款哦 因为现在银行的这个资金水位 似乎已经快满了哦 那我们就引发了一个话题说 大家应该要平常 如何维持好自己的信用呢 让银行愿意带钱给你 那因此呢 这个专家呢 就整理出了一张图表 叫做银行信用评分的增减表 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到 这个信用卡的部分哦 平常人手一张信用卡 或者是多张信用卡 那我们该如何 保存我们的信用呢 第一个就是要准时全额缴款 接下来是使用的额度 相对比较低 不要爆款 还有不用预借现金 以及你的信用卡 是持有少张 并且是固定使用那几张的 这对银行来说 都是比较有信用的 那再来是债务 如果呢 你有申请房贷的话 你一定要准时缴款 如果你有申请信贷的话 最好是没有啦 但如果有申请 最好也不要太多比 那最好也是金额不要太大 对银行来说 他都会比较信任你 那再来是你个人背景的部分 像是你的工作 有没有平凡的换啊 是不是有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缴款能力 还有你没有收拾银行的主管 其实也都是银行的判断标准之一 好 接下来一定要看到的 一样是房市的话题 只不过是跟这个月份有关 也就是鬼月了 那鬼月的热门话题 当然就是凶宅了 我们带您看到了 全台最凶的宅院 首先是新北 它曾经发生过 家庭恩怨导致水泥风势案的凶宅 是被新买家以几乎折腰的价格来成交了 至今都是没有二度转手的 那至于新店的壁坛呢 也有一间很知名的凶宅 是在短短的五年之内接连 有四个人在此离世 最终是以市价六折的金额 902.2万元成交 不过买家也相当懂完 他反手就直接公告了 1468万元 直接开了超过非常多的价格 来等待新的勇者要来接盘 那最凶最凶的一个就是台中的杀戮 也就是背后的背景 这一间蓝色窗户的 这六个人自主离世的凶宅 就连投资客都被吓跑了 当地人也是不敢踏足的 那现在屋主呢 干脆就是不卖了 甚至连出租的念头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跟阿飘住在一起房价很低 但是你如果住在很多阿飘的音庙房边 房价却是金金涨 这个反转实在让人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在您看到 调查了台北市有12间的音庙当中 有4间 周边的房价是突破百万元的 那最贵就是这一个天月宫的周边 每瓶的成交均价是来到了103.6万元 那周边的预售案 甚至是开价每瓶160到190万元 而就在天月宫的斜对角 200公尺远的三角地带 还有一座仙童庙 它的周边平均房价也是102.1万元 专家就解释了 因为其实台北市有名的音庙 都是长期被当作土地公庙 或者是守护神来祭拜 所以人来人往人很多 就像一般的庙宇一样 所以比较少人会介意住在它旁边 不过我们谈到鬼月的房子 还是鬼住的房子比较贵了 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到中国 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上海松鹤园 3月中旬的时候开卖了新墓区 平均的售价竟然是来到了 每平方公尺人民币76万元 换算成台币就是1113万元 等于是上海市中心的房价的数倍之贵 等于上海的活人都没有住这么贵 那它当地的墓园呢 其实就是背景这张照片的样子 那再来呢 看到深圳的墓地其实也很贵 深圳岩田的墓地也是要来到35万人民币 那甚至香港呢 500万港币一个墓地 换算成台币也是要将近2000万元 都可以在台北市来制产买一栋房了 那其实背后的原因呢 就是中国的地皮取得困难 而且你还是有限制时间的 导致现在出现了很多墓地房的奇特景象 就是民众与其花大钱拿到20年的墓地使用权 之后还要交回去 你还不如就买一间使用权70年的住宅 然后在里面安放先人的遗体 他们认为比较划算 昨天晚上台信金还有新光金 联合开了记者会宣布要新心病 让外界是一度以为中信金已经没有戏唱了 没有想到这场抢亲戏其实还没演完 虽然中信金表示没有意见 但是呢他不表示意见 但是根据传闻 他们在今天接近中午有召开临时的董事会 通过了对新光金公开收购的价格还有架构 那据传呢中信金此次是有备而来 依照规定其实金融机构首次参股投资门槛是只要10% 但却传出中信金啊 他目前已经可以掌握了股权将近一半 所以应该会订定在第一阶段就买到新光金的股权30% 那第二阶段呢可以买到51% 那至于金额呢应该是会超过每股14块钱 如果呢台信金想要跟中信金来抗衡的话 换算下来台信金的股价就必须要涨到23.25元 才能够对抗中信金出价的水平 但是台信金前一波的股价占上23元之上已经是20年前了 而根据了解呢中信金其实在盘后呢会发布中讯 而且在傍晚之前就会赶紧的将公开收购的全套计划都交给金管会来审核 而就连台湾人寿的副董事长徐书博今天也表示 中信金应该是被动的状况没有半路杀出的问题 他是来势汹汹的 那带您来看到有没有机会抢亲成功 我们要从两个面向来看 首先是金管会跟法规 如果中信金他已经送件给金管会了 金管会就必须要在15个工作天内来决定是不是要核准 但就算是核准了也还没有完 因为呢星光金还有台信金在昨天已经宣布要合并 那股东临时会预定是在10月9号 那股东临时会的前30天是停止办理股票过户的 所以呢中信金如果想要抢亲 就必须要先占地为王 在9月10号之前就要买进星光金的股权 那专家分析不用买到50% 只要买差不多15%到20% 能够控制星光金 在股东会当中是持股最多的 拥有决定权就能够稳操胜算了 那至于金管会的态度呢 像是台金就主打 台新就主打了温情牌啊 员工留用三年 而且还签署了员工的安置计划 但是反观中信金是打算直接诉诸价格 所以能不能够顺利进行公开收购呢 取决于金管会的态度将是一大关键 好最后来比较一下 他们两者提出的条件呢 其实会差这么多 就是因为中信金呢 它是要从市面上面跟大家来收购星光金的股票 所以它才会开比较高的价格 希望能够提高成功率 那至于台新金呢 是合意收购 所以呢换股比例是已经谈好的 小股民就只能买单 但是如果呢 以双方昨天停盘前的收盘价来计算 台新金是18.8块钱 星光金是12.45块钱 也就是台新金是大约打了9折来併购星光金的 那就让小股民相当不满了 所以也反面在了今天的盘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星光金股价是盘中一度暴跌6.4% 那10分钟是爆出了30万张的大量 大家不断的跑出来 那尾盘呢才不断的拉回来 收在了12.45元 是没有涨没有跌的收在平盘 那网友就纷纷哀嚎 台新金提出的换股比率吃相真的太难看了 还有网友说 我的西瓜被打折卖了 我真的不同意等等 那至于台新金的收盘价格呢 是大涨了3.19% 收在19.4元 中信金则是下跌了1.05% 股价收在33.1元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台新金它先亮出了底牌 接着又失去了明星 那如果之后呢 中信金的收购价格很诱人 取得了外资法人 星光金大股东 甚至小散户的支持 那中信金是不是就有可能 会抢轻成功了呢 但同时我们也要思考 对中信金而言 是如虎牵翼 还是说最后出价过高了 反而造成它自身的商欲损失 都是有可能的 可能会让中信金自身的股民失望 所以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是非常关键 而以上就是金金病的最新消息 全球大约有90%的最新的先进晶片 都是由台湾制造的 因此我们不止在全球的半导地产业 占有主导地位 这条庞大的供应链 更是台湾最重要的系顿 那现在呢 外媒彭博社就盘点了 从2022年11月 Chad GPT问世以来 台湾在晶片设计 制造还有AI伺服器领域的亿万富豪 到底有哪些人呢 我们带您看 第一个一定要提到的 就是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了 20个月以来 它的财富已经成长了超过一倍 来到了132亿美元 那去年就已经超过了 台湾协王张聪渊 一举成为了台湾的首富 而身价同样增幅很大的 也是广达 是另一位亿万富翁 也就是副董事长梁次政 他在台北市拥有一座价值 大约是2.4亿美元的 豪华购物中心 那再来呢 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财产 其实也是将近翻倍的 在这些年当中 是增加了86% 来到102亿的资产 那再来看到 第四名是台阶电创办人 张中谋也是增幅差不多 增加了85% 总资产来到了44亿 再来还有联发科的 前副董事长卓智泽 也是有上榜的 总资产来到了23亿 那其实加总起来 其实总共还有10位 加起来他们的财富 是暴增了87% 合计是高达498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1.6亿兆元 而他们不仅增加了台湾的 抵御外敌的产业实力 也赚尽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而且还在台湾本地进行扩厂 还吸引外资来设厂 那这个举动呢 也为了我们这一辈年轻人 创造了很多的工作机会 那根据求职网统计了 今年的应届毕业 或者是退伍的学生 而且曾经求职过的新鲜人 现阶段就已经有39.4%透露 已经找到了 或是正在从事正职工作 是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 比例是高于去年冬期的36.7% 那数据持续的触底反弹 创下了四年的新高水准 那至于呢 还没有工作经纪的人也不要气馁 因为调查发现 其实平均是要投过18.7封的履历 你才会获得一家企业的面试机会 同时啊 你得在面试大约是5.4家公司 你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换算下来啊 新鲜人如果你想要得到一次的录取机会 大约是要投递101封的履历表 所以呢 如果你还没有工作也别放弃 是皇天不负苦心冷了 好以上就是这一节推播内容 每个人都在下一节推荐 也不能做到 好整个人都在我们我们这一节推荐 真的ą了 我都在你这节目 那转发 你这节目 感谢观看